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刘耀手 今天想要给大家说 想要说到我弄了两张那个相声票 弄了两张相声票 然后那个 在那个 演出现场在门口那 准备去那个捣腾牛 就是当黄牛 自己当黄牛 因为没干过 然后那个 不好意思 就是你老得追着人家后的 因为当时听相声的 有好多都是情侣啊 或者年轻的小女孩 因为那会儿 则文社 已经发展到像偶像那方面去发展了 然后那个 然后呢 我要手里拿两张票 得凑合 您要票吗 那个几牌几号的 您要吗 这是便宜什么的 您看看 我老拉不下脸 但是人家黄牛 人家能 大老远呢 从地铁口 就开始接人 我不行 后来那会儿 我就眼瞅着这个 演出快开始了 因为你当黄牛 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票 在演出开始之前 尽可能的去卖出去 因为演出一旦要开始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好卖了 呃 当时呢 我就有点慌了啊 然后那个 我就想学着人家去弄 啊 然后就是那个 您要吗 然后那个 那会儿还是 心里踏不出这一步 但是看着人家都挺自然的 人家都是那种社会上 那种该溜子 啊 早就没脸没皮了 你看我这个 还是差点火 后来跟那牛腿捏捏 能半天 也没卖出去 后来有一个 黄牛过来问我了 他说你那几张票 我都领着 他说你拿过来看看 我给他看看啊 你这票还行啊 你想怎么卖啊 他说我怎么着 挣点来 他说你这票哪来的呀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该 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我想防着点他 不想跟他说实话 我就说这个票 是我们单位发的 啊 就说单位发的这个票 不是自己花钱买的 然后当时 那黄牛呢 就直接说行 那我要了吧 你那什么吧 你卖给我吧 然后那个 当时他递过一把钱 啊 现金 然后我跟那数了数 两千块钱 后来我就找他去了 我说不对啊 我这票还一千五呢 你怎么就给我两千呀 他说你这不是单位发的吗 你这单位发的票 你白来的呀 你给你点试点呗 你还挑什么呀 我说那也不行啊 你不能低于票面给我呀 他说那你说怎么着 我说你最少你给我加二百块钱 从票面上 他说那不可能 然后就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俩这个情绪越来越激动 声音越来越大 这会儿呢 这个边上过来人了 过来什么人呢 就是这个 其他黄牛 这黄牛都是一伙的吗 然后包括一些社会先大人等 就是经常在这种一些演出市场 跟那闲逛 也要包括一些小偷什么的 就是你看你有演出了 或者有演唱会了 他这体育场啊 或者体育馆周围 得得来好多人嘛 那人一多 他就什么小偷什么的 他也就来了 然后这些人都是一伙的 过来了啊 然后就开始啊 就是大家 这些人的苗头肯定都对向我的啊 因为我出来乍到嘛 我以前没干过黄牛 你等于是你第一次来 你踩上地盘了 然后有一个人呢 就说那个单位发的票 给你点就行了 对吧 给你多少 你不是也自个儿白落着吗 差不多得了 还加什么钱啊 我说那不行 我说那你把票拿了 我不要 啊 后来这哥几个呢 就跟那说不依不饶的啊 就说那个钱已经给你了 这买卖已经完了 对不对 一手交钱 一手交票 没有反悔 这一说的 我说我还没同意呢 我没同意这个两千块钱 卖给你们的呀 我这一千五的票 票面都翻签 你给我两千 我还亏一千 最后呢 就是 怎么着呢 最后就是 我没辙 后来那个 最后他们就是强行的啊 就是 就是让我自个儿认费 后来呢 我就找 等他们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呢 我就找着那个 从我这儿那个 拿票那个人了 啊 就是从我这儿 应给我两千块钱 从我这儿买走票那个人了 啊 我就说你们这个好干嘛 他说你干嘛呀 我说 我也想干 我说你要是说 非得金钱说是这个 两千块钱 买我三千块钱的票 也没关系 那一千块钱 我当学费了 你带着我 那不可能 一千块钱 你想干这个 那没戏 我说那你把一千块钱给我 他说你还有完吗 我说我 想有完 但是呢 得看你 后来呢 他就跟那不搭理我了 不跟我说话了 然后就接着跑 走 哎 你要票吗 你要票吗 就不搭理我了 我在追 在问呢 他就当我是那个空气 这个事呢 后来我想 这个事呢 怎么说呢 你也不可能说 你第一次来 就你红口白牙的 这么说 然后那个 就那什么 就就就就就 你说 想当黄牛 人就带你过 干那黄牛 也不可能 后来后来 我想起来一人 我之前一发小 傻羊子 因为那会儿 我带他去过妈阁 一会儿干过事 然后他那会儿呢 老在那个 工体 就是北京有一个工人体育场 工体那边去捣腾球票 就是美中那个 有一个中超联赛嘛 在那做球票的 我觉得他们黄牛 这个圈子 都在那通的 然后就跟他说了 说这事 他说那这个事 你要想干 你这个 你得找人 你得那什么 你得摆一句 他说什么摆一句 他说你得摆酒席 就是请人吃饭 什么的 跟包红包 然后我给你引荐 我说行 他说那个 那我说我那个 那天那个亏那一千块钱 还能够要回来吗 我说最起码的 说不挣钱了 那一千块钱 就是说我成本钱 得给我吧 他说那这个不好要了 后来约了个日子 我傻羊子 然后他叫上那几个人 就是那个 他打听到 这傻羊子办事吧 也还行 帮我打听到那天 那个就是那个 相声演出 那天那个 输我票那天了 就他们在这圈里一问 他就知道了 我就说当时 两千块钱 收走了我两张 一千五的票 后来他们说 有这么回事 然后这个傻羊子说 那是我哥们 然后大家一块 举一块吃顿饭 然后那个 从我这 那个从我这收票 那个就是两千块钱 收走我三千块钱票 那个叫小梁 小梁 然后那个 还有一个叫小赵 这是他们这个 黄牛圈里的 黄牛圈里的 然后还有一个大哥 就是他们这里的 大哥叫火烧 人封外号火烧 不知道真名 就叫火烧 然后就这些人嘛 就一块来了 吃顿饭 然后那个 就跟他们聊这个事 我呢就没再提这个 之前那个票的事了 因为你提这东西 也没意义了 然后就是问他们 我就问就是说 这个演出 这个票啊 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回事 他们跟我讲呢 说那个之前那事啊 就是这个小梁 跟我说之前那事 咱就算过去了 不提了 好吧 你你任何一个演出啊 他就跟我说 你能从网上抢了的票啊 他顶多只占20% 大多数都是10%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一场演唱会也好 演出也好 或者说体育比赛也好 90%的票不在那个 抢票那个官网上啊 去发发售 去发出来 他90%的直接就给了一个 大的那个黄牛的头发了 黄牛头发 拿这些票之后 再往下发 什么一级代理 二级代理 反正这么说这意思啊 最后到这个 批到这个 就终极的 就是在这个场馆 演出场馆门口 去倒腾那些人手里头 啊 说你那天能抢着两张 因为我跟他们说了 我那两张票呢 其实不是单位发的啊 是我自个儿那个 抢的 啊 是我自个儿抢的 然后那个 他们说你能抢着 都算你走狗屎运了 啊 一般都抢不着 我后来呢 我就 请吃饭 然后给伙生呢 发了个红包 啊 八八八八 四个八的红包 八千八百八十八 给他红包 然后另外那哥几个呢 一人给了两千 啊 然后让他们带我入伙啊 他们就是说 那个后来答应了 答应了 然后那个 说你刚来的 你这样吧 你先去捣弄球票去吧 啊 这个 捣弄球票呢 不是那有什么好处 你先学着弄 球票 基本上每一两周 就一两周都有一场比赛 啊 虽然说挣的稍微少点 但是你先入行 先学着 等将来 摸清门了 你再弄演唱会 这种演出什么的 我说行 完了呢 那个 这一下呢 就算是决定要干这一孩了 啊 就当红牛 我后来 我就问那个小梁 我说那个 像这个干好了 一晚上这一场演出 能挣多少钱呀 我说少得万八千吧 多得三万五万的时候也有 啊 我说就这 一场演出挣三万五万呀 我说啊 我一想啊 这什么东西果然是隔行骨隔山啊 那天吃完饭 然后走出去了 然后小梁把我叫住了 说怎么称呼 我说你就叫我二手吧 我说二手啊 那天 那什么 咱谁也不认识谁啊 我不知道 你跟傻羊的是哥们 啊 这个 再给你一千四百块钱 就按你说的 把票面下行给你之后呢 我每张再给你加二百 好吧 以后咱们就都是哥们了 啊 因为傻羊的哥们 也是我哥们 后来当时呢 我就觉得不错啊 其实这个呢 也是这个小梁 比较会做人 你知道吧 他单独把我叫去 单独私下把这个钱 补给我了 啊 然后呢 我就那什么 就决定呢 哎 慢慢的先干着这个啊 能跟着挣点钱试着 嗯 虽然说这也不是什么正经职业吧 但是最起码的 嗨 也是凭辛苦挣钱 嗯 总比去妈哥强 啊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